大家好,这里是花苗娱乐,我是小编,今儿小编跟大家唠唠正爽 最近这个正爽带孕气仰这事儿啊,在网上可以说闹得沸沸扬扬的 然后紧接着一丝正爽退出娱乐圈的录音也爆出来了 各个媒体呀,都在说正爽这件事儿 目前看啊,正爽这个基本也算凉了 以后啊,很难出现在公众视野了 正爽的粉丝啊,有的也非常难过 毕竟对于自个儿喜欢的偶像,他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儿 但是现在看也没啥办法 只能在网上吐槽和等待事情最新的发展 这时候正爽身边有一个关键的人出现了 那就是正爽的爸爸,竟然接受了采访 出乎预料的是正爽爸爸竟然出来道歉了 这个结构眼上道歉可能会反转这件事儿 正爽爸爸表示啊,之前他们一家说话是因为情绪过激所说的 其实啊,这个人在吵架的时候说话激动,这个倒是可以理解 这第二个就是说呀,以后啊,都不会说张恒这个证据了 这么做为了保护这个两个孩子 这个意思小编赶脚啊,就是正爽的爸爸 他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这个张恒出轨 也说明张恒真的出轨了 而且表示一直在争孩子的抚养权,并没有想弃养 其实张恒的朋友也表示了 张恒本来希望啊,把这个两个孩子给带回来 没想到一下子给正爽给毁了 毕竟正爽是自个儿以前的女朋友 他没想到要搞成这样,也很难过 当然了,有个事小编啊,有点搞不懂了 那就是事情第一时间发生 正爽和正爽的爸爸都没有出来道歉 然后过几天才道歉 不知道这其中是图个啥 但是无论咋说,这道歉还是很有诚意的 而且呀,句句说的都在里 那么小编赶脚这件事对于正爽来说 它会起到作用的 很可能从正爽爸爸的道歉之后啊 网络舆论慢慢就转向这个指责张恒了 然后正爽再打赢官司,把孩子顺利接回来 那么正爽慢慢也就可以付出了 毕竟事处有因,正爽的代孕是因为他无法生孩子 他选择的国外正规医学代孕 在海外合法,这个真是没啥说的 而且人家也没说气啊 所以这件事还需要时间,大家再等等 有新的消息,小编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哦 好了,本期小编就落到这儿 最后小编问大家 你敢讲正爽爸爸说的这些 对正爽到底有没有用呢 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点赞留言告诉小编哦 好了,本期小编就落到这儿 想看更多最新娱乐八卦 欢迎大家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